各位朋友好,这里是小民之心,新闻点评,今天是4月1号 3月份,彭丽媛接连两次公开亮相,再次引起了外界的议论和猜测 一次是3月20号,彭丽媛作为世卫结合病防治新山大使 在湖南长沙调研基层结合病的防治工作 国家卫健美的副主任和湖南省的常务副生长陪同参加了调研活动 根据新华社的报道,那些天习近平正在湖南视察 想必是彭丽媛随同习近平一起来到了长沙 刚好赶上3月24号的世界防治结合病日 顺便以亲山大使的身份在长沙调研结合病的防治工作 只是新华社并没有对此做出报道 而是国家卫健美的网站刊登了相关的讯息 另一次是3月28号 彭丽媛以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的身份 在北京市第35中学会见了来华参访的一个 由德国青年学生组成的中文合唱团的代表 彭丽媛每次公开亮相都会受到外界的高度关注 这其中的关键原因就在于中共高层能够让习近平放心的人是越来越少了 不能不让外界猜测 孤家寡人的习近平是否会重用彭丽媛乃至让彭丽媛来接班 就像当年毛泽东推出江青一样 习近平登基之后 基本上是一人得到鸡犬升天 早年在福建浙江 追随他的一帮亲信都晋身了中共高层 那些人原本都是些平庸之辈 不过是因为习近平的赏识而成为了中共的大员 如果习近平也把彭丽媛拿入中共高层 也不会令人感到意外 众所周知 习近平已经规划到了2035年 这就意味着肯定在十年以内习近平不会交出权力 只是越往后习近平比较熟悉的人就越少了 这个五年之期结束之后 蔡奇73岁 陈希75岁 宣传部长黄坤明也71岁了 在福建浙江期间 追随他的这些人 也就只剩下的李强陈敏尔等不多的几个人了 如果真是这样 以后的中共政治局当中 习近平早年熟悉的人真是屈指可数 特别是习近平可能要终身执政 开启第四个任期 那个时候他就75岁了 体力和精力肯定会大不如以前 很多事情恐怕就需要别人来替他做了 而这个人必须是绝对可靠 在这种情况下不能排除习近平会启用彭丽媛 只是彭丽媛以前并没有担任过任何的党政职务 如果习近平今后真的准备启用彭丽媛 那么现在他就应该给彭丽媛安排一个合适的党政职务 让彭丽媛直接掌握权力 替他习近平分担压力 并作为近身的台阶 直到目前为止 彭丽媛还没有染指中央和政治局 更何况仅仅出任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 对习近平对彭丽媛都意义不大 毕竟在政治局内部 习近平并不缺少一个帮畅的 而接班人则需要掌握关键性权利 可以推断 习近平在正式登基之前 就已经做好了长期乃至终身执政的准备了 而二十大则是一个重要的节点 如果他打算安排彭丽媛接班的话 现在做准备就已经不早了 我们知道蒋介石安排蒋经国接班 大约用了二十年时间 金日成安排金正日接班 也用了大约二十年时间 而蒋介石在国民党内的权威 以及金日成在朝鲜的权威 习近平都难以望其项背 习近平若是要立接班人 无疑需要更长的时间 至于金三胖接班 虽然只准备了两三年时间 但是朝鲜的情况 对金三胖接班特别有利 毕竟经过金日成 金正日父子两代人 近七十年的统治 经过连续不断的宣传和灌输 朝鲜的百姓已经接受了 金家王朝的加天下了 金日成的子孙接班 已经是天金地义 在公开的加天下的情况下 儿女继承名正言顺 不存在合法性的问题 而习近平还没有完全实现加天下 以习近平目前的状况来看 他像金正日指定金三胖接班那样 指定他的家人来接班 几乎没有成功的可能 他并不具备随意指定接班人的权威 事实上 当年毛泽东让江青进入中共的角色层 也不是毫无铺垫 文化大革命运动 是毛泽东最为看重的一项大事 也是中共在立国之后的一件大事 江青至少在名义上 是这场运动的主要领导人 江青也确实替毛泽东发动文革 立下了汉马功劳 江青进入政治局 也算是实至名归 另外出于对文革的肯定 毛泽东也必须让江青这个 文革领导小组的代组长 进入政治局 其实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 文革领导小组早已取代了政治局 作为文革小组代租长的江青 确实有资本 也有资格进入政治局 显然 以目前彭丽媛的状况 他和当年的江青完全无法相比 他没有资本 也没有资格进入政治局 如果习近平真的想让彭丽媛 进入政治局 成为接班人 他需要给彭丽媛一个发挥作用的机会 让彭丽媛有所作为 有所成就 也让中共高层 有一个接受他的过程 否则 就算是强行让彭丽媛进入政治局 也徒劳无益 更谈不上接班了 虽然江青并没有被正式立为接班人 但是作为毛泽东文革路线的忠实捍卫者 江青深得毛泽东的信任 毛泽东未必没有让江青接班的考虑 也只有江青才会不遗余力的维护毛泽东文化大革命的政治遗产 只是阎王并没有给毛泽东更多的时间 让他实现接班人的全部布局 不难想象 如果周恩来死在毛泽东之后 毛泽东安排谁做接班人都没有用 以周恩来在党内在军内的影响力 他一句话就能颠覆 这一点毛泽东想必非常清楚 毛泽东曾经对他的亲信说过 周恩来不是不反 只是时候未到 奈何 等周恩来死了 毛泽东自己也死期将至 树立接班人已经没有时间了 只好匆忙的安排华国锋 临时接班 如果毛泽东还多活几年 那肯定是另一个样子 毛泽东万万不会想到 厚重少闻的华国锋 在他尸骨未寒的时候 就动手抓捕了江青四人帮 毛泽东说 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 对毛泽东的这类话 习近平想必早已烂熟于胸 如果习近平安排彭丽媛接班 想必他会激取毛泽东的教训 在他还活着的时候 就得让彭丽媛牢牢的掌握大权 否则 世道临头在仓促安排 有名无权 不仅起不到作用 反而会给他带来杀身之祸 毕竟前车之间不远 毛泽东让江青进入了中共的决策层 成为政治局委员 却没有实际的权利 结果江青不仅没有因此而荣华富贵 反而深陷淋浴 死于非命 另一个罗马尼亚共产党的总书记 齐奥塞斯库 让他的夫人成为中央委员 并出任罗马尼亚的第一副总理 成为实际上的二号人物 只是齐奥塞斯库夫妻的结局 更加的狼狈 他们在厕所旁边的空地上 像野狗一样被处死了 从目前的情况看 习近平还没有做出 让彭丽媛接班的安排 也没有做出让彭丽媛问政的安排 最多只是提升了彭丽媛曝光的频率 而且大多都是以夫人的身份亮相 比如和习近平一起迎接江泽民的灵鹫 以及和习近平一起送给李克强 这种情况下 彭丽媛的出现虽然格外的引人注目 但是其政治意涵有限 最多不过是在替习近平补补台 给习近平增加一点人情味 而不会增加彭丽媛的政治资本 有传言说 一些山东籍的官员 由于彭丽媛的举荐 而得到了习近平的提拔和重用 只是这充其量只能说明 彭丽媛在习近平那里 还有一定的影响力 那些山东籍的官员 不过是走了彭丽媛的后门 而并不能说明彭丽媛 已经在高层人士安排上拥有了特殊的权利 从习近平的规划来看 他至少要掌权到2035年 未来这十年的时间 有太多不可预测的因素 所以习近平是否会启用彭丽媛 现在下结论还为时过早 尤其是习近平会经常做一些难以预料的事情 关键的是不能用正常人的思维 来分析和判断习近平 只是真正需要注意的是 习近平在中共二十大上 依然没有安排接班人 问题的严重之数就在于 习近平现在不仅是没有考虑接班人 而是在千方百计的防止出现接班人 习近平特地阻止陈绵尔进入政治局常委会 明显的就是要彻底排除被接班的可能 彻底打消外界对习近平交出权力的期待 因此外界的这种接班人的思维定势 可能有一个很大的问题 那就是他认定习近平会像毛泽东 邓小平江泽民等那样 考虑自己身后的名誉地位 考虑自己退休以后的安全等等等等 而习近平很有可能根本就不是这样 他不仅不会考虑退休 更不会在意他身后的名誉地位 他只在意他活着时的权利和地位 习近平并不像毛泽东邓小平那样 需要维护自己的政治遗产 因为他根本就不会有政治遗产 特别是如果他看到毛泽东邓小平 都无法确保他自己的接班人忠于自己 无法确保自己身后的名誉地位 他很有可能就更加不报幻想 只要他活着就牢牢的控制住权力 我死以后哪管洪水滔天 如果真是这样 习近平可能不会在接班人的问题上用心太多 干坏事也会更加的肆无忌惮 后果也会更加严重 欢迎朋友们到小民之心网站图书栏目 购买毛泽东36G电子版 本书阐释的这位阴谋大师 一生中最为重要的一些计谋 本期内容的文字稿将上传到小民之心网站 请各位前来浏览注册 谢谢朋友们的支持 再见